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日本 想体验一次正宗的流水素面 被一群有礼貌的小路乱撞 走进易日森林 仿佛闯入攻击军的世界 那你一定要看完这条 奈良深度游攻略 上午我们先来奈良这家 用百年木屋改造的流水素面店 店员说把面放到里面 转三圈就可以进行享用了 可这水素也太快了 根本追不上你 我太难了 站着酸甜口的灵魂酱汁 特别清凉一下的感觉 请放心 特殊设计的座子 随时循环的 干净卫生没毛病 一份流水素面套餐 只要八十块 还有天妇罗 可是日本人最爱的这腐饭 咱们真的吃不出什么味道 中午来到艺术森林 穿过走廊 仿佛闯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走进神秘的地下入口 出来就可以看到 一条缓缓流动的螺旋水道 在尽头 尽情地佇立着一棵柜花树 旁边还有一条太阳之路 登上太阳塔 俯瞰整个森林 心旷神怡 下午来到若草山 满山都是野生的小路 他们真的会追着你 要先被吃 暴躁起来 真的会啃屁股 救我救我救我 最后我们来到 世界上最大的 木造谷建筑 东大寺 不愧是世界遗产 真的很震撼 虽然从大阪去奈良 只需要四十多分钟 但是今天这些景点 距离都比较远 没有电车直达 所以建议大家 包车一日游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随时找酱油 酱油体验评分 啊 啊 啊